我身上每一个毛孔 每一个细胞里头 都有变发界虚空间 一切诸佛插头在里头 我这个细胞里头有他 他的细胞里头有我 这才真正叫一体啊 我中有他 他中有我啊 如果这个里根四 你要是肯定了 你还会去害他吗 害他不就是害字吗 你不会害他了 你会爱他 为什么呢 爱他就是爱字 自他不二吗 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所以佛经上有两句话 我们学了多少年 诸位自己都能说得出 可是你没做到 为什么 你没有真正体会到意思 这两句话叫 无缘大慈 同体一大悲 那我们在华严经 前面 华藏世界评 世界成就评里面看到的 确实 有一些佛的插头 是两三个大千世纪 也有五六个大千世纪 也有十几个大千世纪 不一样啊 最大的呢 最大的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究竟是几个大千世纪 无量啊 什么原因呢 阿弥陀佛的愿太特别了 把一切诸佛所发的愿呢 他都把它爆破了 所以他的世界就太大太大了 无法想象啊 那么这些一切诸佛插头 包括阿弥陀佛 都能够在一微尘里面 全部显现出来 微尘没放大 世界没缩小 这是信的不可思议 没有法子想 为什么他是自信 一微尘是自信 无量无边诸佛插头 也是自信 不利自信 自信没大小 这是前面呢 第六门给我们讲的 威惜相容 真的是相如相容 这是四世真相 对我们学佛 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可大了 大在哪里呢 佛经上有一句话 生福 众生跟福是一 不是二 自他 不 自己给他 他是指一切万法 不 不但是他是人 他是畜生 他是树木花草 他是山河大地 他是变发界 虚空界 他的那个意思长了 跟自己 报 这个道理我们不懂啊 我们停了迷惑 总是搞不清楚啊 现在学在这里清楚了 相容相惜 我身上每一个毛孔 每一个细胞里头 都有变发界虚空界 一切诸佛插头在里头 我这个细胞里头有他 他的细胞里头有我 这才真正叫一体啊 我中有他 他中有我 如果 这个里跟四 你要是肯定了 你还会去害他吗 害他不就是害字吗 你不会害他了 你会爱他 为什么呢 爱他就是爱字 自他不二吗 整个宇宙跟自己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不是一家了 一家不是一个共同体 一个共同体 这是四世真相 所以佛经上有两句话 我们学了多少年 注意自己都能设得出 可是你没做到 为什么 你没有真正体会到意思 这两句话叫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些呢 都是讲什么呢 佛经上讲的能力 大臣的能力 能力是将关系 这个关系 讲的多深 讲的多圆满 确实是一体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生命的 没有生命 不但是 自信 没生命 自信所现的这些现象 也没生命 这叫什么 佛家叫 了生死 了人 明了了 生死是这么会死起来 那生死你看到最后 那就是量子力学里面讲的 小光子的生命 小光子的生命 这个现象 就是佛经上常讲的一句话 叫 不生不灭 注意想想 如果真的是不生不灭 说个不生不灭不叫废话吗 他真有生命 几乎到生命同时 所以你看不到生命 你说他灭他有生了 你说生他有灭了 他就速度太快了 我们今天看电视 电视屏幕画面有没有生命 这个主要知道 他真的是小光子真的生命了 生命的时间太快 速度太快了 我们看不见他生命 他真的是有生命 我们看电影的屏幕 荧幕 这个常识我们有 电影屏幕上 那个生命 一秒钟 二十四个生命 我们已经看不出来了 已经没有感觉到 他有生命的现象 好像都是连续的 电视 比电影屏幕 比电影屏幕快得太多了 所以电视看得更逼真 那就是速度太快了 那实际上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生命的速度 就是 量子学家讲的 小光子的速度 这个生命 我们以前讲 基本粒子 这个比基本粒子还小 基本粒子是他组成的 那么知道 真正是肯定 明了了 你会把整个世界 看作你自己的身体 这真的 这叫什么呢 这叫发生 你真的 清净发生 真的发生 那是大扯大扑 明心见心了 这发生菩萨 在华严经上 这圆教 粗度一上 真的发生 这个人就超越十发界了 为什么 十发界是假的 不是真的 那六道就更是假的了 你能不放下 当然放下了 放下什么呢 放下了妄想分别之处 身体还在世界 那这个身体不一样 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 要为一切众生 付出 不是战友 完全是付出 因为知道 一切众生 是自己的发生 是自己 所以发生 没有生命 印身就生灭 发生 没有生命 就像我们的身体 我们如果把我们的身体 比喻作 发生 那硬化身是什么呢 硬化身是我们的细胞 细胞每一天 可以说没有间断 都有新陈代谢 那叫硬化身的生命 我们的身好像没有看到生命 就发生不生命 佛法没有别的 就认识自己 父母未生前 本来灭墨 在哪里 就在先前 只不过是 佛菩萨悟了 明白了 我们在迷 你耳不觉 他是倦耳不迷 除这个之外 凡夫跟佛菩萨 没两样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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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